在南省華美學館中間本 給民眾看補助空間滑滑 並行千年藝術家電營的舞台 並且透過一天三百四天藝術背後 邀請主持人藝術家傳領新郎共同電視 開幕醫生當中 觀眾也親自出席辦法感謝中 邀請民眾來欣賞這段藝術家影響 這個空間的轉型 我覺得提供給年輕的藝術家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想法 那也支持我們年輕的藝術家 可以跟資深的藝術家一起學習 然後在當代藝術的策展上 如何佈置自己的作品 把自己的想法來跟民眾溝通 沒得比較乾淨用氣泡布跟兩部的創作 會讓人感覺是一堆飛機物 其實創作家就是用包裝來投放以內心的元氣 這次在這桌子創作 不管是我們住民的藝術記錄 來找出自我文化靈動 那是台灣的形式和內容的典型 其實都是用自己的窮口來講話 開幕當中也去桌子民眾來參觀 了解說好像事情有很多不一樣的面向 或者是說有時候你會發現說 其實某些東西我自己也很喜歡 就可以藉此就是找到自己的興趣 對然後或者是說它就是一個休閒的活動 因為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跟你平常生活中不一樣的氛圍 這展覽是想介紹 就是除了我們傳統上我們對藝術的經驗 比較多是繪畫跟雕塑 那特別是在台南 我們對繪畫雕塑以外的藝術形式就不熟悉 那我們在這個系列裡面就是試著介紹更多 就是不同型態的藝術 他這次就展出他 他把這些空虛包裝起來 來回應他對於這個 他從事藝術創作的過程的學習跟生產 當中的一些我想法 所以他不是用繪畫他不是用雕塑 他是用一個某種比較帶觀念性 或者某種行為的實踐 去做出了一個型態來展現他的概念 改天南一直持續到九月三河 大家明明將來欣賞 也進入這個技術改內心世界 當然先問顧問及蔡宏博德